雞有雞味 魚有魚味 牛有牛味 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肥 又來到新一期的食玩份調查 這次終於又有邀請我們來了 就是由德國寶邀請的 這次邀請我們來到位於銅鑼灣的旗艦店 這間旗艦店就厲害了 除了有東西買之外 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有東西吃 沒錯 看一看這間德國寶邀請 是怎樣有東西買 也怎樣有東西吃 開始看我們這條影片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和按旁邊的鐘席 我們一出新景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Let's go 開始之前都說一下這裏的地點 這裏是位於京士頓街 如果由蘇國走來這裏大概5至10分鐘 途經會有Donkey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我們終於進來的第一層 即是地下那一層 地下這一層已經展示了 德國寶邀基本上 絕大部分不同種類的電器 基本上不同類的電器 包括廚櫃都可以在這一層看到 那當然啦 為什麼什麼都有 沒有得分門別類呢 不要緊要 我們想在樓上看 樓上就會分門別類 有分開廚櫃 也有分開電器 我們上樓上看看吧 好 一上來這裏的第二層 其實都分了不同的區域 我後面這一個區 就是一些傢俬的區域 這裡都放了很多不同的沙發 還有一些桌子 那我走過來看看 那些沙發呢 其實這裡有幾個區域 就好像營造到整個廳 就會放了一些桌子 沙發和一些電視 再走進去 阿肥我看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哇 你看這個 塔塔米啊 好像很棒 還可以是電動的塔塔米 阿肥 不如我們將來做這些 好 剛剛看完一些廳的家具 就來到床方面 大家看看 這裡的床肉 全都是德國寶的品牌 再下一些 還有廚櫃之餘 也有 現在香港很流行的 在地台做的一個模型 譬如想把床做高一點 多些儲存空間 這裡可以看到 這裡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一個熱水爐的區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電熱水爐 好了 終於來到德國寶 最灑街的區域就是 廚房用品 還有一些家電用品的區域 這裡 眼前一些 全都是一些 陷入式的家電 我們最主要當然是 一些 一類的家電用品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這裡最重要是 就是可以試玩 我們試玩一下 例如這個吸塵機 它自動拉 這個機看起來好像很重 但其實它會自動推著你走 非常方便 這個就是手提蒸氣掛燙機 主要是因為這個跟平時有些不同 就是這個可以夾 或者像阿肥上班 有些燙 有些襯衣 可以夾著 這個重量是適合我們這些女士 是OK的 不過阿肥當然要自己碰上自己的衣服 好 玩完這兩樣 都要試一下中間這個 這個就是 鋤滿的吸塵機 我可以試一下 這裡按 它主要是按 這裡有一個按鈕 按兩下它就開機 這裡就吸 這裡我可以試玩 有塊布給你 其實這裡就會吸到那些層滿 這個也不難吸 其實也挺輕易的 而且它不是太重 玩完這三樣東西 當然這裡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家電 家品電器 也可能大家經常聽到 那些手提及濕布都會有 說了那麼久 是時候都應該要吃東西了 很餓 這個旗艦店 其實當然也會有食物 裡面會有一間咖啡店 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 我們現在去吃東西 來吧 終於我們進了這個餐廳 這個餐廳 雖然座位也算多 但是人形的阿斯多 很容易敷 對 我們先試一下食物 先試一下飲品 你見過什麼 這麼有趣 又有雪糕 又有水蜜桃 水蜜桃雪糕特有飲品 這個價錢是52元 但它很大倍 而且裡面的雪糕球也很大 我這個就是菠蘿雪糕特有 嘗試一下 很清爽 很清爽 對 夏天的一流 最重要是否太甜 挺好 對 有個抄扣 可以在裡面放單 選一些食物 我們選了海南雞飯 價錢是48元 不過留意一點 因為海南雞飯實在太受歡迎 所以你們如果想吃 真的要預早時間來這裡 另外 我覺得最有質疑就是 原來這裡也可以吃燒肉 嗯 還有呢 德國寶提供了一個烤爐 即是桌子的旁邊 這樣就直接可以燒肉 基本上很容易放進去就可以了 還有呢 它說這裡有兩個模式 有一個模式 就是上下都會有熱力 是很快就已經熟了 如果大家想買這個路的話 不妨可以在這裡玩一下 是 玩完才買到 也挺有趣 這個海南雞飯 當然也會配了三種不同的汁 這個飯是一個雞油飯 這個海南雞很滑 很嫩 而且它去骨去得不錯 醬汁更加飽味 這個雞油飯很適合阿肥 是 是雞油 哦 真的挺適合 對 另外也會配了一些湯和配菜 我覺得以48元來說 CPU值得是挺高 以銅鑼灣這一道 唯一的缺點就是限量的 很快就賣光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韓式牛肉飯 已經燒了肉 旁邊有些菜 當然會夾著吃 試試看牛肉 還有一些蒜头 還有辣椒醬 和花一起吃 很韓式 脂肪不算太多 吃得挺香 挺好吃 想不到88元一餐 可以在紅樓灣 而這個價錢都可以享用 燒肉的定性 又吃又可以玩 我試試煩 煩的濕淋 嘗試這個 通城黑豚定食 有日式的咖喱 首先 咖喱和咖喱飯 味道很香 甜 油梅子肉很甜 有些辣味 很好 嘗試咖喱豬 邊位炸得不乾 有些汁 有98元 有湯 來咖啡吃 當然要吃甜品 甜品挺有趣 又有泡菇 又有西多士 又有雪糕 多少錢呢 48元 價錢都不算貴 西多士 鬆軟 都不黏 上面 西多士 也有泡菇 有一點軟 先試雪糕 雪糕很夠冷 如果西多士可以熱多一點 配合一冷一二 冰火兩重天 這個就差一點 溫度上 但我覺得打卡一能 價錢都不算貴 今天德國每一天都差不多了 是啊 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正所謂食物質素 可升可跌 甚至可突然毫無質素可熱 所以大家記得應驗自己的成熟風景 今天影片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多看一些關於類似的影片 記得讚好分享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 Facebook 來把你們覺得的邪惡美食 放回我們開記的邪惡美食 關注組度 所有的按鈕都放在下面 下期再見 拜拜